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季的观光市场 随着中秋廉价接近 当然两岸在10月都各自还有廉价 显然一波的旅游高峰又出现了 中国极力的把观光市场流量变现 最新的商机另辟蹊径 就是文旅之类的商品 最早北京故宫退出了文创商品 非常受欢迎 我们focus过 中国有很多景点 他们都各自推出自己的特色纪念商品 人流的同时就会买增加消费收入 南京的红山森林动物园 今年接待游客突破三百五百三十万人次 一到八月的文创商品的销量 已经是2022年的两倍 边吃着动物造型雪糕边逛动物园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 因为园区的文创商品 不仅成为网红动物园 吸引观光客朝圣 还带来丰厚收益 它叫肚肚 这就是一个冰箱贴 是红山动物园才能买到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还挺有特点 挺有纪念意义的 从最简单的明信片 动物玩偶再到头巾 去年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 稳创商品销售额达人民币两百万 今年光前八个月的销量 就是去年全年的两倍 前段时间刚刚上线的一个 叫做啪啪水塔的一个小玩偶 它已经打破了我们动物园 两个纪录了 一个是因为这个产品上线以后 把我们的线上商城给挤瘫痪了 挤爆了一个纪录 还有一个是我们两千个在三分钟之内 全部被卖光 动物园掌握设计文创商品的销量密码 那就是贴近真实 注意细节 每款商品推出前 动物保育员是最后一道把关 我会从那个动物的体态形态以及他身边的那些其他物种 然后包括他适宜的生境 就等等这些去跟做周边的设计师一起去磨合 然后尝试把就是动物最自然最真实 然后最可爱的样子展现出 文创商品卖得好 动物园人流也大幅提升 捷据目前今年接待游客已经突破530万人次 文创商品和观光景点 如今在大陆早就是密不可分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每一个花卉呢 其实都是天坛在不同的时节里种植的这个特色花卉 而在我手上的这两个大鼠和小鼠的这个节气呢 是现在已经卖断货了 北京的天坛搭配节气设计成磁铁 发挥一点小巧思就能成为热销品 今年到7月底 北京中轴县文创店客流量同比增长 近8成销量多了一倍 挑了这个盲重的冰箱贴 我觉得它这个配色什么设计工艺都挺好看的 买回去收藏也挺好 买的冰箱贴还有一个那个拼图 让孩子感受一下天坛的文化 再挑了得有个几百个吧 补货量的话是不断在加大 热门商品捕获不断 搭上大陆社交媒体近期流行的即将旅行 北京中轴县文创店还推出消费满人民币68元 店里100多个纪念章 随你盖连线上网购都能有店员帮忙盖 根据大陆国家统计局数据文创产业归类的创意设计服务 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超过人民币9800亿增长一成左右 大量的文创商品制造产线已经形成一套生产模式 我们要看市场的一些数据 通过市场的一些数据给他一些建议 哪些品类受市场的欢迎 我们不单的去找这方面的品类来合作 为了让文创商品品类更多元 不同工厂一起合作抱团生产 又或者是要增加商品价值跟知名品牌联名 像是今年的成都市大运 就和瓷器品牌合作 推出吉祥物瓷器纪念品爆红 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品牌跟品牌融合的年代 品牌的相融合 以及新的一个隔级的发展 文创商品为大陆旅游市场 带来实际收益 文创包装已经成为大陆 推广旅游观光的必定要素 TBBS新闻综合报道